同学们好,继续学习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那前面呢我们把单项的会计处理做了说明 那接下来看第二个问题 涉及多项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会计处理 那涉及多项的情况 我们最终肯定也是要确定单项入账的事情 那当然有公允价值计量模式 也有账运价值计量模式 我们先看说各项换入资产的初始计量金融 以公允价值基础计量的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这里是怎么讲的 说按照换入的金融资产以外的各项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相对比例 也就是说把金融资产给它剃除出去 因为金融资产我们取得时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你替完之后按照剩下的公允价值比例 将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总额 那涉及补价的加上支付的补价的公允价值 简直收到补价的公允价值 说扣除换入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后的金额进行分谈 也就是说你有金融资产的东西先滴入出去 扣完之后 那你整个的总数在不涉及金融资产 按照那些资产公允价值比例去分谈 实际上 以分谈至各项换入资产的金额 然后加上 弄完之后 加上支付的相关税费 作为各项换入资产成本进行充实计量 当然相关税费如果能分 你是哪个的算哪个上去 按这个处理 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公允价值更加可靠 而以各项换入资产 供允价值和支付相关税费 作为各项换入资产的出世计量金额 那一般的多项出提 概率比较低一点 大家知道这个事情 这是一个东西 那么供允价值模式 还有一个当期损益的问题 说对于同时换出的多项资产 将各项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与其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因为每一项多项换出的 它有公允账面的差 在各项换出资产终止确认时 记录当期损益 说有确凿证据表明换入资产的 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 那按照各项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的相对比例 将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共 比如说涉及补价的 减去支付补价的公允价值 或加上收到补价公允价值 分摊至各项换出资产 分摊至各项换出资产的金额 与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在各项换出资产终止确认时 记当期损益 这就是前面的一个东西 反正你就是本照 我换出这一部分 你自己有公允了 那当然是公允跟账面插入 记当期损益 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 你就算出这次公允 这跟前面谈到的原理都是一样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账面价值 为基础计量的这种情况 对于同时换入的多项资产 按照各项换入资产公允价值相对比例 是将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总额 说涉及补价的 也是加上支付补价的账面价值 或者减去收到补价的供应价值 分摊至各项换入资产 他也是说 各项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比例去分 那边是按照供应价值比例去分 当然这里面呢 就没有说谈有金融资产的问题 可能也考虑到呢 就说如果你要把金融资产扣了 这个换出资产的账面价值 你万一要比金融资产扣的数字还小 扣完了 剩下是负的 那就会出问题 所以他就没提这事 就说账面价值吧 所以这一块呢 概率考试就更低 大致有这么一个了解就够了 所以也是按照比例去分 然后决定每一项资产的入资价值就完了 多项的同样账面价值为基础计量的 不确认损议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教材的例三 这是一个公允价值模式下 涉及的多项的题目 说贾公司和乙公司均为增值税一般纳税人 适用的增值税率均为13% 毛九年八月 为适应业务发展的需要 经协商 贾公司决定以生产基因过程中使用的机器设备 和专用货车 换入以公司生产基因过程中使用的 小汽车和客运汽车 那贾公司设备的账面原价是1800万元 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为300万元 那公允价值是1350 这是说贾公司换出的设备 那货车的账面原价是600万 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480 公允价值呢是100 所以贾的这一边 它的公允价值 合计数 一个是1350 还有一个是100 这应该是1450 涉及到它的公允价值 那以公司这一边 小汽车的账面原价是1300 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690 公允价值是709.5 那我们看以这边换出的 公允价值呢 一个是709.5 那客运汽车的账面的原价是1300 在交换日的累计折旧是680 公允价值是700 所以再加上一个700 那等于1409.5 就是这个数 那我们会看到 在公允价值这一边 贾那边多了 那多的是一个40.5倍 那将来肯定补价里面 有会公允价值的这个差 就是40.5 然后我们看 以公司另外向假公司支付银行存款 45.765 当然这个是补价 补价呢 涉及到除公允价值的差 还有增值税的差 那前面跟大家谈到了 我们谈到补价 应该是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增值税合计 与换入资产 公允价值增值合计 不一致的差吗 这属于补价 说其中包括由于换出和换入资产 供允价值不同 支付的补价 40.5 那就说这两者之间的差额 就是40.5呗 那肯定义的这边的低价 那肯定义的这边的低价 假的多 义要向假支付吗 是这个改定 那另外的那一部分 就是45.765 减去40.5 是换出资产销项 与近项的差额 5.625 我们真正要算 补价除以最大供应价值时 那你只能 用40.5算 你不能说 我全算45.765 那不行 那假定 假公司和乙公司 都没有为换出资产 具体减值准备 假公司换入乙公司的小汽车 客运汽车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和管理 乙公司换入假公司设备货车 作为固定资产使用和管理 都是作为固定资产的 假定假公司和乙公司 上述交易涉及的增值税 进行税购 按照税收法规 税法的规定 可抵扣 协议得到认证 不考虑其他新冠税费 那我们刚才的题目 本例涉及收复货币性资产 应当计算假公司收到的货币性资产 占假公司换出资产 供运价值总博比例 我们真正涉及到的 补价这一块的差 就是供运价值时间差40.5 我刚刚说了 那你除以的也都是供运价值 找最大的 最大的就是1350加上100倍 就是假那边换出的最大的 2.79小于25% 所以它属于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我们可以认定 按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准则来进行处理 然后呢 当然这里面 你换进换出的 肯定也是有商业实质 以不同类的一些资产 不同类的一些资产 有商业实质 要有供运 所以应该是供运价值计量模式 那以换出资产的供运价值为基础 决定换入资产成本 最后的换入资产成本定了 你再按照换入资产 这里没有涉及金融资产 可无的问题 按照换入资产供运价值比例 去分确定 每一单项资产的成本 那看一下假公司的账务处理 根据税法的有关规定 假公司换出设备的增值税 销项税额 它设备的供运价值1350 适用的税率13% 乘以13%等于175.5 假公司还换出了货车 货车的供运价值是100 税率13%等于13 那假公司换进来了 有小汽车有客运汽车 那换入小汽车的供运价值709.5 客运汽车的供运价值是700 那两者合计 乘以适用的增值税率13% 等于183.235 那这一部分当然作为 进向税额抵抗 那第二计算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供运价值总额 那假公司换出资产供运价值呢 我们前面也看到了 就是它换出的设备货车 供运价值1350加100等于1450 换进来的是小汽车跟客运汽车 一个供运价值709.5 一个700加起来1409.5 那我们看第三 计算换入资产总成本 这说是供运价值 换入资产总额成本的 等于换出资产供运价值 然后说减补价 加上支付的相关税费 换出资产供运价值 对于假来说1450 然后他只是考虑了补价里面 与供运价值的这一部分 因为涉及增值税那一块 那你是进向销向 然后银行送他找齐 不会影响换入资产成本 所以他直接就减了个40.5 也没有再支付别的相关税费 除增值税之外 所以最后是1409.5 他是按照这个来确定总数了 换入资产总成本 那我们当然 你可以说 把换出资产给卖了 拿着钱再去买 决定换入资产的供运价值 按照这个没有问题 那比如说 我们怎么做 换出资产的供运价值 是1450 然后换出资产卖掉了 我们要交增值税 那增值税里面的设备 我们前面看到了 交的增值税是13%的 这是1350乘以13% 货车呢是100乘以13% 所以一个是175.5再加一个13% 这是属于肖像税额 那然后我们换进来的增值税呢 也算过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换进来的 小汽车 客运汽车 增值税吗 183.235 那把它扣掉 然后这时刻 收到补价 那你收到补价 那就不用去管 到底有多少是属于增值税的差 有多少属于供运价值差了 我们就把它减掉了 45.765 也会把这个数字算出来 1409.5 怎么算都行 就是你卖了 买的东西经销税改里扣里扣 那补价这东西我也不分了 那你收到就减 然后你支付的就价 也会把供运价值合计算出来 那我们看第四 计算确定换入各项资产的供运价值 占换入资产供运价值总额的比例 那现在小汽车供运价值占换入资产供运价值总额比例 就是我们要分嘛 小汽车的供运价值709.5 那小汽车 还有客运汽车供运价值加起了何计 这里面 那应该是1409.5 所以算出是50.34% 那客运汽车供运价值占换入资产供运价值总额比例 客运汽车它的供运价值700 除以小汽车客运汽车供运价值合计 1409.5 它是49.66% 那第五 计算确定换入各项资产的成本 那这个小汽车的成本 我们整个的数字呢 是1409.5 我们要分1409.5 那乘以50.34% 就应该小汽车的 709.5 那客运汽车 1409.25 乘以49.66% 那700 我知道有的同学可能说 你这不啰嗦呢 本来原来的数已经都有了 入账就完了 还什么总数 那你想这个供运价值两个加起来等于总数 你最终算完比例 然后拿总数再去乘 肯定还等于这数呗 这是一定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程序 但是我们的程序是按照这个来的 那是想如果说我们换进来的这些资产 可能还会涉及到一些相关税费什么进成本的 那你总的入账价值就不是说公允价值了 你也得按供运价值比例去把那给分了 所以这个分还是有必要的 只是我们这题目 因为没有牵扯到别的东西 再者 你单向供运价值加起来的合计数 和总体的供运价值也不见得一致 也可能会有些折扣的问题 因此呢 大家还是要认可这样计算的步骤 好我们快几番路 现在设备的原价数呢 是1800万 带固定资产设备 货车的原价600万 对于设备货车 两个提的折扣加起来 这大家可以算 一共是780万给它冲掉 你通过固定资产清理吗 那这样固定资产清理里面 反映的是账面价值1620万 那接下来呢 我们换进来的小汽车客运汽车 所以借固定资产小汽车 709万5千 就是我们前面计算出来的数字 那客运汽车呢 是700万 整个的进项税额 183万2350 两项已经都看到了 然后银行存款 这是45万7650 代方代固定资产清理 那是它的账面价值 给它冲掉 1620万 这我们前面说的1620万 之后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像税额 你换出资产确认的 1885000 换出的 那这个资产处置损益 没有涉及相关税费 实际上也就是 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之间的差 我们看这里面的账面价值已经有了 就是这个数 1620万 我们知道公允价值 换出的呢 合计前面算过1450万 就是它是1450万 所以这是要减去1450万 大概就变成170万 会在借方形成资产处置损益 那再看已公司的账务处理 根据税法有关规定 换入货车的增值税费格 那你货车 它的公允价值100 我们乘以13% 等于13万 换入设备的增值税迹象税费 1350乘以13% 175.5 这前面也都有过计算 那现在换出 小汽车 客运汽车的增值税 销项税费格 那你换入小汽车 客运汽车要确认销项税 小汽车的公允价值709.5 客运汽车的是700 公允价值 两者合计呢 乘以13% 等于183.235 第二步 计算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组额 那我们换入资产 公允价值总组 换入的属于设备 它的公允价值1350 我们前面有过 然后货车的公允价值是100 1450 你换出的这边 小汽车 客运汽车 公允价值一个709.5 一个700 所以1409.5 这都有过计算 那第三 确定换入资产总成本 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1409.5 我们这里面 支付了补价 公允价值的差是40.5 与增值最有关的那一部分呢 一个进向一个销项 差额正好银行存款 不影响换入资产成本 所以也是1450 同样这一步 我们也可以不把它分说 补价到底 公允价值差有多少 增值税差有多少 都合在一块算 你认为把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卖掉 那我卖掉的时候呢 公允价值1409.5 加上换出资产的销项税 总的会有这么多钱 然后我们扣掉呢 可抵扣的进向税 那设备呢 是175.5 货车13 把它扣掉 那现在你支付不价了 支付不价要加上 总数是45.765 也会等于1450 这都没有问题 再看四 计算确定 换入各项资产的公允价值 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比例 设备供允价值 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比例 设备是1350 整个供允价值1450 所以它是93.1% 那货车供允价值 占换入资产公允价值总额比例 就100要除以1450 6.9% 第五呢 是计算确定 换入各项资产的成本 那设备的成本 1450乘以93.1% 1350 货车呢 1450乘以6.9% 等于100 一样 我前面说过 不要认为这个程序有问题 说你看 那数都有了 算出比例 然后总数再一成 又等于它 我们说过吗 你换入资产成本里面 它有可能 我总共为它一块发出的运费 按照它们一定的价值去进行分 那你总数一分时 按照这个就没有问题了 那下面我们看这个分路 固定资产小汽车原价是1300万充掉 客运汽车 1300万充掉 然后呢 两者提的折旧1370万 加在一块 那固定资产清理的反应 账面价值1230万 那下面呢 换入的设备 借固定资产设备 1350万 货车是100万 两者的进行税额 188万5000 这都有过计算 固定资产清理 账面价值1230万充掉 应交税分应交增值税 那肖像税额 1832350 这是你换出资产的肖像税 银行存款的支付补价 那就是457,650 资产处置损益 现在在放了 因为 公允价值呢 比账面价值多 公允价值1409万5千 减去账面价值1230万 等于179万5千 这就是他的处理 我们看一个单选题 21年3月2日 我们看一下 21年3月2日 假公司以账面价值为 350万元的厂房 和150万元的专利权 换入以公司账面价值为 300万元的在建房屋 和100万元的长期补价投资 不涉及补价 所以上述资产的 公允价值均无法获得 那不考虑相关税费 其他因素 假公司换入在建房屋的 入账价值 这是账面价值模式 那账面价值模式呢 我们把总数定了 然后没有公允 你就按账面价值比例去分贝 所以我们看 那现在啊 整个的入账价值数 是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合计 换出资产是什么 假公司账面价值是 350万元的厂房 152元的专利权 这是账面价值合计 然后你换进来的 在建房屋 还有长期股价投资 和计数按照这个反应 那现在说在建房屋 在建房屋给的是 账面价值300 而长期股价投资是100 所以300除以300加100 最后是375 这样来定 我们再看教材的例子 2009年5月 账公司因经营战略发生较大转变 产品结构发生较大调整 原生产期产品的专有设备 生产该产品的专利技术等 已不符合生产新产品的需要 经于乙公司协商 将其专有设备连通专利技术 与乙公司正在建造过程中的 一桩建筑物 对秉公司的长期股价投资进行交换 那贾公司换出专有设备的账面 原价1200万 以提折就750 专利技术账面原价450 已经摊销了是270 乙公司再建工程 截止到交换日的成本525 对秉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 账面余额是150 由于甲公司持有的专有设备 和专利技术 市场上已不多见 因此供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乙公司的再建工程 因完工程度难以合理确定 其供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由于乙公司对秉公司 长期股权投资的供允价值 也不能可靠计量 说假定呢 甲乙公司均未对上述资产 计题简直准备 假定不考虑相关税费等因素 那这个呢 就是没有涉及供允价值的问题了 就是账面价值模式 说本例中呢 不涉及收复货币性资产 那属于非昏明资产交换 供允价值不能可靠计量 账面价值是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总额 来确定换入资产成本 然后呢你没有供允 按照各项换入账面价值比例去进行分配 那我们看假公司的账目处理 计算换入资产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总额 先说这个呢 是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额 先把这数算出来 然后我们总成本的时候 你确定换入的入账价值 是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总额为基础定 那对于假公司 他呢换进来的这一部分 一个是525再建工程的数 一个是长期股价投资150 这是换入的 那你换出的账面价值 一个是专有设备的172减750的 这是属于专有设备 还有一个专利技术的是450减270的 这样就是换入的入账价值 525加150等于675 而换出的专有设备专利技术 那都是原价减确累计折旧 一个还有一原价兼累计摊销 那630 然后第二步 确定换入资产总成本 那你换入资产总成本 是以换出资产账面价值定的 630 这个数有了 之后第三步 计算各项 换入资产账面价值 占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格比例 那再建工程 你再建工程的账面价值525 再建工程和长期股权投资 加起来的数 我们算了这是675 所以它占77.8% 那长期股权投资占的比例 长期股权投资150 再建工程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 加起来675 所以它是22.2% 那第四 确定各项换入资产成本 我们再建工程成本 就是总数有了630 乘以它的比例 因为再建工程的比例 占换入资产的比例是77.8% 两者相乘 那是490.14 长期股权投资成本 630乘以22.2% 139.86 那我们接下来进行会计处理专有设备 把固定资产专有设备的原价1200万 还有提的折旧750万冲掉 都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所以看固定资产清理里面 那就是450万 那下面 借再建工程 我们算出的金额 490.1400 长期股权投资 139.8600 然后固定资产清理冲掉 450万 无形资产原价450万冲掉 累计贪金270万冲掉 这就是它的会计处理 再看乙公司的账目处理 计算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总共 那换出资产账面价值总共 这前面我们都有过计算 它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共 那换进来的这是属于专有设备 1200-750的 还有专利技术 450-270 630 那换出的是再建工程 长期股权投资 两者加起来账面价值675 那第二 确定换入资产总成本 换出资产账面价值为技术确定 因为你换出的账面675 所以换入的675 然后三 计算各项换入资产账面价值 占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共比例 专有设备 占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共比例 专有设备 它是450的账面价值 那专有设备专利技术 账面价值合计630 这是比例 算出71.4% 专利技术 占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总共的比例 专利技术是账面价值180 然后除以630 就是专有设备专利技术账面价值合计 它是28.6% 第四 确定各项换入资产成本 那专有设备的成本 我们总的换入成本675 乘以专有设备的比例 就是占换入资产账面价值比例 71.4% 那等于481.95 专利技术成本 那应该是675 再乘以28.6% 193.05 好 看会计分录 借房借固定资产专用设备 481.9500 无形资产是193万零五百 再建工程账面价值充掉52万五千 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充掉150万 这是它的处理 那对这一章做一个小结 我们这一章一共是有三件内容 第一节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概念 那涉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相关概念 要知道什么是货币性资产 什么是非货币性资产 货币性资产说的是货币资金 或者现金 再有能够以固定或可确定金额的货币收取 所以像货币资金各种应收款项 那像债券投资 能够以固定确定金额收取的都应该算 那不属于货币性资产就是非货币性 比如说固定资产的存货 无形资产等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是发生在非货币性资产之间 但也可以有少量的补价货币性资产 这个数字占整个资产交换金额 不能超过百分之 也就是说我们要小于25%才可以 当然这个数字是供引价值之间的补价 除以最大供引价值计算出来 我们要会判断 非货币资产交换不涉及的交易和事项 如果说换出的是存货 那是执行收入准则 如果取得的属于控制的长期股权投资 执行企业合并长期股权投资 合并报表准则 设计有金融资产的别管是换入换出的 那都是执行金融工具确认尽量准则 这些要掌握 那剩下的我们书上谈到权性交易 那根本不是属于非货币资产交换 或者说有的把自己生产产品 作为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 发放说执行职工薪酬准则 那还用说吗 它根本不是非货币资产交换 因此给定事项 我们确实应该会判断 是不是按照非货币资产交换准则进行处理 那这是触及概率最高的地方 一定要熟练掌握 然后第二节 是非货币资产交换的确认和计量 非货币资产交换的确认原则 那你就说 我们换进来的符合资产确认条件了 那你确认 换出的符合中止确认条件中止确认 那有的时候也可能会出现 十点不一样 我换进的已经确认了 但换出没有 还不能确认 所以你借换入资产 贷方就应该是 负债 其他应付款 也有一些情况 可能换出的中止确认 但换进来的还不行 那你借其他应付款 贷方 贷换出资产 这也要清楚 那非货币资产交换的计量原则 我们计量的这一部分呢 有公允价值模式 账面价值模式 对于公允价值模式 一定是说交换具有商业实质 然后换入资产或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 至少有一个有的 是公允价值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下 我们是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为基础 决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说除非换入资产 公允价值更加可靠的出来 这是公允 那如果是账面价值模式 两个条件没有同时满足 就是商业实质 换入资产 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 两个条件没有同时满足 比如说没有公允 那你就账面价值模式 账面价值模式是以换出资产的 账面价值为基础 决定换入资产的成本 这是原则 那什么是属于商业实质 就是说换入资产换出资产 如果不同类型的 一般来讲认定有商业实质 比如说风险时间分布 那这些地方呢 有些差异的 或者说换入资产的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你比换出资产 未来现金流量限值要高 并且我们换进来的 比如说未来现金流量限值 比换出公允价值差 也据重大 就说不管对哪一方 这个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都是属于受益的 才可以 这就认为具有商业实质 然后呢 第三节 就是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 会计处理 我们重点关注单项就够了 多项这一部分呢 一般性的了解 助思考是 多项换那么反反复复 如果再来的金融资产扣 那遮挡起来 没什么太大意思 就是单项要掌握 那我们单项 在进行会计处理的时候 有公允价值模式 账面价值模式 公允价值模式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 一个就是换入资产 入账价值的确定 如果说给了换入资产的公允 基本就按照它入账 那如果说换入资产 还有相关税费 那你把它加上 与换入资产相关的 进成本的加上 否则的话 就是它的公允价值 这个比较简单 那如果说换入资产 公允价值没有 我们是以换出资产 公允价值为基础计算 你认为把换出资产 按公允价值卖了 再去买 那你买这项资产 该怎么入账就怎么入账 这个并不是说 多么多么的复杂 那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差额的处理 就认为是把换出资产 按公允价值给卖了 那你卖掉部分影响损益是什么 我们换出时影响的就是什么 没什么差别 都是一样的 这是公允价值 账面价值差 当人考试时 如果说换出资产 公允没有 那你应该根据换入资产 公允价值 和给的一些补价 要算出 换出资产公允价值 然后你再说 公允跟账面差额影响损益 就正常进行计算了 这样的概念 对于相关税费 那相关税费呢 就是换出资产的相关税费 跟出售资产相同 换进来资产的相关税费 跟买资产相同 按照这个原则处理 就够了 如果是账面价值模式 那我们就是 以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为基础 决定换出资产成本 就是把换出资产 账面价值给卖了 拿着钱再去买 那就这么住账面 涉及补价 如果说支付补价 它有支付补价的 账面价值不是公允 因为可能会出现 比如说补价是应收账款 公允跟账面不一致 如果说按照公允 那还得解决 公允跟账面差额 即损益的问题 我们又不让 公允跟账面差 营销随的事 所以他说支付的账面 那你收到股价 收到股价是公允 没有问题 直接把它给扣掉 而账面价值模式 不涉及到 公允价值账面价值差的问题 那账面价值模式 如果说涉及相关税费 那你只能是把它 计入到 换入资产成本中 因为你不计入到成本 又影响损益了 它是不让影响损益 这就是涉及单项 那我刚才谈到了 如果涉及到有多项的话 这个大致知道一下 概念就差不多了 就可以了 那这一章的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